宁国著名诗人外伦曾经说过,是荣誉的象征,军人,是一个了不起的群体,是一个值得我们用心来欧哥和赞美的群体。 长丁球,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出生于湖南衡阳县金兰镇一个偏远的村庄,全西村,作为一个农村娃的他,在七十七岁的时候,通过招被辱,进入飞行基础学校学习,之后他凭持着良好的素质,从一个普通的兵,逐步成长为高级指挥官,从飞行员到战斗机飞行员等。 此后他成长为解放军的王牌飞行员,历任空军航空兵和飞行团团长,再到空军王牌时间及航空兵第三师的副师长和师长。 走到这个位置的他,曾率先实施新型飞行训练指挥模式,率先开展,部署都说他是把乌鲨帽放在一旁谋打赢,而且还赴俄罗斯军事院校留学深造。 在最后的时间里,长还曾升任南部战区副司令员,成为当时新一最年轻的副战区级将领。 转任南部战区后,长坚负着恶守祖国南大门,维护南海权益的重要使命。 战区成立四个月时,长冰球在采榜中打了个浪漫的比率,现在看着筋骨还弱,却天然有着战斗的基因,让他茁壮成长。 将来力气一定比女孩大,我们要有耐心,更要有信心,而他努力的脚步并没有停止。 两年后,他进入中央之委,在市场经济社会,民航飞行员与空军飞行员收入上,巨大的落差时刻在考验着他们。 但长冰球要求不下,必须有一颗为国献身的心。 他以当年黄埔军校的一句对联来勉励自己和部下,谈生怕死没入此门。 独特的生活环境,培养了他们对理想的执着,对困难的坚韧,对敌人的蔑视。 对亲人的挚爱,各位高人所谓改者,他们是国家的教词,时代的建峰。 他是一种巨大的人格力量,而今迈步从头月,从建国到现在有多少悲壮,有多少感动,有多少梦想,有多少光荣。 凝济在中国人民的心里,我们曾经历无数坎坷,面临无数艰辛,但我们不屈不挠,因为最艰难的时刻,我们都走过来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